我听说现在在这个书法界 已经玩得有点找不着了 不是找不着 这写字是几十年的习惯 这我必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郑健老师是我的朋友圈中 就是难得的几位 就一晒了字以后 我特别想看 因为我现在写字人比较多 有很多人都写 有的时候翻翻翻就过去了 郑老师那个晒一个字 我就打开了 放大了 咋写那好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抠门 就是你每次来吧 就空手又来 你看你看我就堵你嘴了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句 带来了 这什么意思 写的是个新意 过年了 我带了两个小礼物 你是怎么着 是怕我拿出去卖钱 你整个小小小 你啥意思 字越小越值钱 是吗 对给王芳老师了 你看 天哪 王芳是本身一个很善良的人 所以说这句子也特别好 为善最乐 助手成春 哎呀 感谢 这太好了 电视机前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个屏幕划大了 使劲看 对对 我的呢 你这也不能空着手 你看 这太好了写的 王芳老师是一个 您那俩 不是俩 关键我这怎么红呢 不是 我这咱就想问一下 他那是红的 我这为什么是绿的呢 这不春天来了吗 怎么给您这增加点绿色呀 春儿红柳绿呀 这个我对这颜色敏感呢 您不这 您不一直春一样燃着吗 难见上来吗 哎呦 这字真的 太好了 林业老师也写字 字写的也很棒 所以说在写字的人要遵循这个 这个 这是上哪 南北东西行万里 那就告我们行万里路 汉味尽唐 龙异炉 我的天哪 太漂亮了 绿色 不是 我觉得 我俩觉得 那个也应该属于我呢 不是 这个就是 如果你要是觉得 有点孤单 你可以把那合过来 我觉得这么着吧 这边上联 这边下联 中间当横批合 黄老师 这两个字 真的是写得太好了 您现在是天天练吗 那也得天天写这功课嘛 您会不会 这会不会有很多 那个书法大赛的 邀请您参赛去啊 这个人呢 就是把这种 作为一种自然的状态 也没想到去比赛 就是每天 就是闲下来 只要有空 最近我听说 你比赛拿了一个 国际方面的一个什么奖 就是一个国际的20人奖 拿了一个银奖 这也是对我的鼓励 所以说 也是 戏人 银奖 国际银奖 就是你弄过盆奖 我都行啊 国际银奖 你想写毛笔色的 国际上哪有几个 这个贾老师 你现在可以啊 挑不出毛病来 真的太好了 我准备啊 拜师 我那次就说了 因为这些老师 我从小特别喜欢写字 但是呢 现在太忙了 我呀 得找空啊 就到您那儿啊 去好好写写字去 写字啊 能把心静下来 所以说 思考一些问题 这个特别管用 所以说没事 写吧 写 写字好 写吧 是 您有啥爱好呀 我爱好看别人写字呀 真的呀 我就真是佩服人家 周年老师写的字 这个人家的字 就是你讲话了 手机上一发 立马放大了 看半天 人家字值得收藏 是 你行不行啊 王老师 这不收藏了吗 对 藏起来了 赶紧藏起来了 因为这个你要不收 他就藏在哪儿 就不知道了 你看你 他就会变得 他就会变得 我看你 我看你